陳時中也做了一個 蠻重要的一個決定 個人不提告徐曉星 為什麼 因為不讓他蹭聲量 來 我們來投票一下好不好 他不告徐曉星 是因為不想被蹭 還是怕被掀出更多的 他不想被曝光的一些事情 然後這個徐曉星的反應很強烈 拜託拜託來告我 民進黨一直說是抹黑 但卻不願意提告 昨天斑斑還在嗨塔綠斑 結果陳時中根本沒有要告好嗎 那麼既然說是抹黑 怎麼這麼佛心不告呢 還是怕被法院認證 甚至到時候 可能會被我列為證據的內容 被檢調啟動調查 什麼樣的證據呢 因為他說什麼 他說這兩天收到一些疑似 其他受害者的友人 傳給他的訊息 到時候在庭上 剛好一併陳述 他本來說收到這些訊息 他還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如果說被告的話 剛剛好 時機來得恰好 感謝成像事件 所以就怎麼樣 一併來調查嘛 所以透過這個機會 請檢調進一步查證 公布照片之後 收到一些女性 跟他分享過去的相關經歷 屬於不舒服的狀況 這些女性告訴他呢 揭發陳時中的真面目 讓他們覺得很解氣 來這個凱湘 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在陳時中的 佛心處理 不告了 我覺得這不叫佛心處理 這反而凸顯了 他的陣營裡面可能出了很大很大的問題 怎麼問題呢 因為陳時中揚言告人 然後隔天就馬上髮夾彎 又不是第一次 還記得上一次 他說還告人 氣噗噗的是說 他這個就是偷窺四叉貓 上廁所的這個影片 然後被網友剪接 跟這個這個韓國的電影熔爐 把他剪接起來 那個變態校長把他剪接在一起 然後陳時中當時就揚言說要提告 揚言說要提告 結果那時候也是氣噗噗的啊 講了一副好像 哇塞你們等著吃官司吧 等著上法院吧 敢污蔑我大家中 結果隔天又開始說 是當晚就開始說 沒有這回事啊 沒有啦 歡迎大家二創啊 只是大家是希望 有一點這個節制 什麼什麼之類的 這樣的說法 那其實正常來說 正常來說 許小星這樣 畢竟我們現在也是常常被告 在這種公然無誤 這件事情上面 他一個最關鍵的點 就是說他到底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 就是有機可循的 然後可知 就是他可以相信嗎 那有東西就是他就是真的 那真的就沒有什麼可不可以相信的問題 他就是真的 那假設就算他不是真的 那只要作為做一些事實的查證 然後呢必要的查證之後 基本上法庭也會覺得說 如果是可受公平之事 然後可受公平之人的話 通常都不會辦啊 那所以陳時中基本上 我不知道他要告許小星什麼 那照片是不是真的 是啊 照片裡面的人是不是陳時中 是啊 陳時中有沒有去牽 那位女士的手 有啊那賢豬手是不是一般社會大眾 對於這種這種這種 比如說樓尖啊 然後呢牽手啊 這樣子的一種一般性的描述 是不是也是啊 那除非除非你要做大逆轉 發現說這個影片根本就是 哇這個fake那個deepfake 原來不是啊 這個臉被換人承知說 除了這樣子之外 不然的話你要告什麼東西 這完全告不成的啊 告不成的啊 所以所以我覺得巧星 巧星從頭到尾 我覺得他心中都不覺得 他自己真的會被告 而且他可能跟我一樣 我當時被高端告的時候 一樣很興奮啊 你知道你告我之後 我到法院去我就傳你來 我就傳你來 你說我誹謗你 來來你自己講 那是不是真的 你有沒有牽他的手 那你要告我什麼 所以所以回頭講 為什麼我覺得這反而凸顯 陳時中陣營出了很大的問題 就是你裡面的幕僚 是不是有一群豬啊 一直一直給你出這種 搜主意說去告他 去告他去告他 以送職棒 在選舉 政治人物不管在任何時間 做這種事情 要有以送職棒 除了你百分之百保證說 我真的被黑了 那個真的不是我 那真的不是我 那不是我 我沒有去那一場 那個照片看起來 沒有看到我正面 或是說那個照片 我被換臉了 不然的話你要告什麼東西啊 所以那怎麼會有人出 這麼笨的主意給陳時中 那他還一度講出口 那顯然這個陣營就有問題了啊 他爸爸是台大法律系的民法教授 是吧 對啊 對 所以不管怎麼樣 就是我剛剛講 一般政治人物要 除非你很有把握會贏 不然的話你在法院上面 你每一次出庭就被寫一次報導 然後呢 對手還可以 還可以去傳那些證人來 然後呢 做出很多對你不利的指控 甚至光是攻防的過程 都會讓你很難堪 那政治人物尚且如此 更何況是馬上剩兩個禮拜 現在要選舉的政治人物 那你到底在想什麼 你到底在想什麼 當然我個人認為 這個庭不可能在選舉前開 可是既然如果徐曉星 當變成被告的時候 他就更放開了 但是這個凱翔 這兩天因為注意到 這個有一股這個 看到很多很多標題 綠媒的標題叫什麼 講完切割徐曉星啦 類似這樣有沒有 徐曉星神隱啊 他哪有神隱啊 他都在本台好不好 下午爆掛節目 昨天這個昨天晚上來我的節目 怎麼他神隱 然後他被切割了 你怎麼看 當然就是應習的啊 因為心很虛 所以就只好講說 沒有啦 阿忠又加分了啦 你看他夫女士上 夫女士下這個走樓梯啊 阿忠真的是紳士啊 這種紳士行為 真的是大加分 藍白粉又翻車啦 徐曉星害死自己人啦 徐曉星翻車 就是這樣 拜託從禮拜天傍晚的時候 禮拜天傍晚的時候 然後應該不是傍晚 接近午夜了 徐曉星開始丟這照片出來之後 整個晚上 你看看那些塔利班的那些 側翼多生氣 簡直氣瘋啦 整個晚上不能睡啊 還講說怎麼這樣子 這麼低級啊 什麼什麼一罵 隔天之後就開始帶風向 說什麼 什麼徐曉星被切割 然後呢說什麼 阿忠沒有怎麼樣啊 然後呢這個到底會有傷嗎 什麼的 越是這麼張狂 越是這麼積極 越是這麼反常的整個跳腳 你就知道他們多慌 這件事情具體來說 對選情的影響是什麼 陳時中基本上 他已經沒有什麼人設可言 沒有人設可言 因為他正常來說 選舉的人 今天我要選了 或是老師要選 你應該會 就算你不是那樣的人 你可能會請你的團隊 幫你建造一個 可以能夠吸納最多選民的人物設定 那那個人物設定必須要是 合理的 可行的 有一貫性的 那陳時中基本上 他人物設定已經完全崩壞了 那完全崩壞了呢 他最後這一個多月來的 做法是什麼 就是我不管你了啦 我也不想再認真去設定 什麼人物設定 我就是我 我就是我 或許他們在主觀上面 有一點點想要找回 說他過去那個指揮中心 指揮官那樣子的感覺 但是基本上 他已經沒有在試圖 要做什麼人物設定 這也不是不行啊 他也不是不行啊 因為過去指揮中心 他那個樣子 那個樣子 還是有人會買單的 所以畫面中呢 他是他的真正 真正的人物性格是不是 對 他就是 他現在應該說 他在辯論會上面 他就有試圖要找回 那個指揮中心 指揮官那樣子 一來跟大家道歉 提醒大家防疫的事情 然後再來呢 就是覺得說 哎呀我是一個好 好 就會跟人家 就是大家不是最 以前會宣傳他說什麼 他指揮中心記者會 開得多好 是因為他都對民眾 什麼什麼據實以告 他想要營造這樣的人設 但這張照片 跟這個影片的 這一組圖片 跟這個影片 最大最大的燒傷力是什麼 是讓大家 忘記你在這一段時間 做的努力 不管那個正面 還是負面的 指揮中心的形象 是對你來說 是對你正面還負面的 一下讓你啪一下回到 那個羊肉吃羊肉 有沒有對空名槍 那個時間點啦 就大家就覺得 哎你就 對啊這才是阿中嘛 你之前又想騙我 你又想騙我了 這才是你嘛 所以這就是 原本還是顧了 基本盤之後 看是不是可以 再把打防疫牌 然後再往中間 多吸那一點選票 結果真的 一夕之間回到解放前 那個對空名家的 阿中又回來了 熟悉的阿中最對位啊 所以你就知道他們有多生氣啦 真的是哎 簡直就是 就像是薛希弗斯推著石頭 好不容易往山坡上面 走了幾步之後 被許小欣把石頭推回來了 還撵過去了 他們當然氣成這樣 當然要硬是在那邊睜眼說瞎話 你看到他洗得越用力 你就知道越慌 今天不是最好笑的事情是什麼 四叉貓 不是昨天三更半夜 爆料一個什麼 說什麼 蔣旺安去吃什麼 什麼五萬塊的 八個人吃五萬塊啊 八個人吃五萬 陳時中他們三桌才八萬 你在那邊八個五個人吃 什麼什麼八個人吃五萬 結果後來他那張單子 網路上有這麼多鄉民 就知道風向是完全不替陳時中 他那張單子馬上被起底 第一個水資是十個人 誰跟你八個人 水資是十個人 第二個那是 那是叉叉牛排館 在內湖區的 這個消防姐應該知道 市長也知道 他那個你知道除下來之後 十個人一克大概四千多元 以那種那家牛排館的價位 他其實並沒有真的很貴 那做東的包括什麼 包括薛香川董事長 那他們是中信的副董事長 然後他請了幾位立法委員 請了台北市長參選人 然後呢 他們去吃了這家牛排館 十個人吃了五萬多塊 那如果你扣掉一成服務費 就是四萬多 請問一下有很貴嗎 重點是講完出來之後 有跟薛香川十字井 跟薛香川十字井 有跟林毅華十字井扣嗎 有摟著林毅華肩嗎 然後你就知道說這種爛料 這根本不是料的東西 他都要急著丟出來 然後在那邊似是而非 然後瞬間被打臉之後 還要繼續在那邊洗 你就知道慌到什麼程度 氣瘋了 來 大家科普一下喔 水神跟病毒呢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呢 會變成什麼 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孕婦的 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就會有折扣喔